本期内容信任受托 千万生意 竟落得生生埋怨 满腔热忱热心操办 却换来债务缠身 婉言推脱因病住院 划清界限 究竟是有难言之隐 还是虚伪假面 站直了别趴想 律师来了 即将播出 想一想您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热心肠 遇到好事好机会 愿意和朋友分享 大伙一起过上好日子 在河南开封南桃园村 有一位老李 他就是一个热心肠 2015年通过老乡介绍 老李参与工程建设 据说规模不小 老李很兴奋 赶快照顾好多工友 一块去西安市做工程 终于在2018年竣工了 老李原本希望着 从此以后 生活可以富足一些 跟乡亲们 也能处得更加融洽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从此以后 他家里每天都是 这样的一番景象 急促的敲门声 工人三五成群的聚集 不分昼夜的催债电话 是河南省开封时 老李家的常态 经常打电话是要线的 那没办法 跟人家这工人格格有目中 一说啥时候 跟人家也给不上 老李原名李恒明 是开封市南桃园村的村民 他本来想着 自己能够带领着 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接个大项目 共同发家致富 却怎么也没料到 竟从大家伙心目中的主心股 变成了不守信的黑心老板 我干了两年多 一直都没给 那他老家这边干 都是这一边来 都是他招来来 行得过他 他就跟着他干 他欠我现在是 就算到十四万吧 我被拖欠了十二万多 欠我十二多万 一直都没给 但是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我们也是没办法现在 天天来找老李 这都有没有 但是这微信很好的人 现在等他来 有点心意动 没有了现在 如今的局面 让老李始料未及 至今都没能回过神来 但他知道 这一切的改变 还是跟六年前的 那项工程有关 老范是老李的同乡 也是老李自认为 感情很好的哥们 2015年4月2日 老范告诉老李 自己刚刚拿下一个大工程 这个大工程的东家 是西安 龙发实业有限公司 实力雄厚 绝不会拖欠工程款 很多人都向自己表示过 想要承揽部分工程 但看在与老李多年的情分上 自己准备拿出部分工程 交易老李 这个货是老范介绍让我干的 他说了可很好 都是 干吧干吧 没问题哥 尽管老李对老范极其信任 但是当他听到一个特殊条件的时候 还是有些纠结 因为老范说 这项工程 工期三年 前期还需要垫付一些必要的材料款 能一欠期人家将 还是肯定人家不会欠的 都是欠期在点钱 老范似乎也看出了老李的顾虑 他向老李打保票 垫付部分的结算 和工人工钱根本不必担心 因为东家很有实力 只要工程验收通过 所有款项都会及时支付 老范信誓旦旦的承诺 让老李觉得 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挣钱机会 老李恨不得立刻告诉自己认识的 所有亲朋好友 都来参与这个大伙 很快 三十个人集结到位 大家都激情高涨 准备跟着老李大干一场 开工的日子如约而至 工人们尽头十足 应老范的要求 他们竭力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 家房间的工期很精 黑板地干 卖关子 结关子 坐经 内经 还有罕接关子 都会清清恳恳地干 如此辛勤的老作 使得工期进展十分顺利 2018年初 工程正式竣工 老李带着他的30名兄弟 也完成了老范交易的任务 但是每当向老范提起 结算工人工钱的时候 老范却总是面露难色 找他要钱都是 公司还没有我算账了 公司也没有给钱 对于老范的解释 老李也表示理解 他认为公司从结算到打款 应该是一套非常严谨的流程 于是他决定先行带着工友 回河南老家 等待老范解款的通知 可是这一天却迟迟不来 一说都是没有钱 你听听 一说听一语 一推一个月 推来推去推了将近一年 2019年春节 当老李再次拨通了老范的电话 却得知了一个 让他两难的消息 那都是到春节 老范闹鞋船呢住院呢 哥们生病了 老李当然不好意思再继续追讨 可另一方面呢 工友们上门讨债的行为 却从未停止 老李的生活犹如一团乱麻 他深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那项工程 老李心想 如果直接找到东家 或许就能解除自己背负的 重重枷锁 你到公司 公司也不认他 他说你给我说不住这个 你给老范干的活 你没有给我干活 老范住院了 不忍打扰 公司说不认识老李 咱们谈不着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 老李不仅没挣钱 还欠了款 原本和睦的乡里乡亲 也因此撕破脸 整天是登门催债 老李既委屈更焦虑 还在想 这笔欠款 我还能拿到手吗 但是一问 今天他来到了 我们的节目现场 法为神末 助为初心 律师来了 现在开场 有请求助人 李恒鸣 我叫李恒鸣 来自河南省海峰市 今天我来 是想要为我的光人 争取到他们应得的拱签 我承诺 对本人在节目中的 欣慰和称书的 真实性负责 本期律师有 刘坤律师 职业十年 齐悦清律师 职业十一年 梁峰律师 职业二十一年 本期助力联盟 观察员有 心理专家雷鸣 人民法治杂志社社长 兼总编 陈经天 慈善机构代表有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原梦基金秘书长 史广军 李大哥 我知道好像 刚才就在五分钟以前 您在侧台 还接了一个电话 然后您表情 似乎不太好 电话是谁打来的 工人 你要工资的 您欠那位工人多少钱 十三万多吧 钱的十三万多 是不是这几年 您几乎每天都会收到 很多个类似这样的电话 是的 即便 隔三查过了 他们都打电话 有时候还上门来咬 从一八年到现在 您都在忙些什么呢 一直在去西岸咬展 去一去几个月 到公司公司日 也不认诞 知道是你干的活 但是你没给我干 你是你给老饭干的活 所以您现在觉得 这个钱可能会在哪呢 应该还在公司 还是在公司呢 公司可能没把钱给老饭 所以老饭就没有 把钱再给到你 对 您还是挺能够理解老饭 或者说相信老饭的 很相信的 一直都很相信的 老祥 钱也是很好 又是在一起做的 他开车技术不好 都是要给他开车 又是事业室 管系是很好的 他当时是在做什么工作 也在做工程 就他的这个所谓事业吧 忙得还挺成功的 对 他跟您讲有一个大工程 您也是挺心动的 他也是打了保票 说这个没问题 东家实力很强 你敢敢情敢的 欠的目的 欠的我给你咬一件 很能说 很聪明这个人 凡事是啥 还算可疑了 刚才好像听说 老饭身体不太好 还住院了 一咬掌了 他给他住院了 但是很明显 您的那些工友们 您找的那些乡亲们 不够理解您 他们也是 家里又老又少了 跟着赶到一二年了 工资拿不到 没办法 现在说到不中庭的话 但是又停着 去家里也是脑头脑脑 说说 从家里人 咬嗡咬嗡 说点脑话 那总去家里那么闹 家人也在旁边 他们的反应还好吗 不理解他 人家那钱都要回来 他为啥 您这钱要不回来 总是埋怨 现在太窝囊了 搞钱咱们没有奔事 我想要掌 我埋怨他 我不玩过 人家掌都要回来 昨晚他掌不给 打他了 现在难不玩吧 我都是埋怨他 太软弱了 叫人家欺负着这个人 跟他干活 我说人家都赶着 要说你为啥不要 他说 咱是老乡的 俺都是给一块干活的 一去去的 不想给他找丢人 他说的是 是不是 都是 咱干把活 咱一不老是 咱好好干这活 干干人家都给咱钱的 不可能不给咱钱的 他管一口说 人家不可能不给钱的 咱现在能着这个钱 能够听出来 您爱人心里的 那份委屈 他觉得您 办事 说不好听的 有点窝囊 对 就是为什么别人 有被欠心的情况 能要回来钱 为什么就老李 你要不回来钱 他不满意 他希望您可能 选择采取 更加强硬的方式 去讨要这笔欠款 对 您有考虑过 爱人的这个建议吗 没有 都是在一块儿 他能不给啊 我说早一会儿 晚会儿他要给咱呢 他该老到老到 该吵吵 该恼恼 想说老饭是老想的 看见这种情况 先好也不理解 不理解您 他可能 说太我呢 都可以 不太理 我不太说话 看到李大哥 现在这种 默默地在流泪 我也是心里面 很不好受 这可能已经成为 他的常态了 哪怕李大哥 现在哭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声响 就是一个男人 默默地在这里流眼泪 所以说 这笔钱 我们必须得要回来 得把这一揽子问题 给他从源头上 争取解决了 是吧 李大哥 咱们再说回到一开始 您和这个老饭 谈这个工程 当初您和老饭是 这怎么订的合同 怎么约定的 没有合同 没有签过合同 没有 你们是怎么约定 这个工作的 那个欠给他要 货给我赶 就是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什么工程 室外工程 一些要取离变 那是室外工程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 您和工友在铺管道 在做一些 就都是室外工程 是吧 老饭他是 他是先揽了一个活 是吧 他承担了 这个天下中间的室外工程 给这个地下工程 地下铺库 他的这工程 四五个工程 都得到承担起来了 那挺大的一个 总体工程 大概金额的话 一个多亿吧 一个多亿的大工程 然后他是说 把一部分给到你 你来负责 是吧 我想问一下 就是在整个工程中 您除了没有跟老饭签订合同 您跟其他人有签过合同吗 没有 刚开始说给老饭签合同 我让他签合同 咱地儿签哪个合同 他说 不用签合同 就感觉好像签的合同是 你不够信任我 咱们关系好就不要签 对对 这么回事 所以说谈到现在 我们发现老饭这个人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么您说他没有钱 那老饭怎么看 他和我们李大哥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看 前方的一段律师调查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调查律师张斌 本案所提及的范某 究竟与求主人是什么关系 对此我们也联系到了范某本人 范某称 他和求主人李和明之间 没有任何劳务关系 也不欠李和明一分钱 对于工程欠款 迟迟不到位的情况 他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是被龙发公司给骗了 我几个人家也不欠 因为那本身 那也没有啥劳务收益 那之前本身 也没有啥公司收益 你不出来劳务关系 你也不出来 都是被他这个公司 现在就是啃了嘛 船长 我也不想再提他 好吧 经常我有事 老范把电话给挂掉了 谈到了几个信息点 第一个老范说 公司也没有给他钱 第二点 李大哥 老范说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则回复让在场的 所有人都十分吃惊 据老李先前所述 老范虽没与他签订过 任何书面协议 但他也不否认老李干活的事实 可如今这个节骨眼上 老范何出此言 老李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你能挠弱地这样说 所以他在跟您生气的时候 说气话的时候 会说我和您没有关系 对 你刚才讲了两点 第一点 你说这个工程是从老范手里接的 因为他介绍你才干 第二点 老范跟你讲 钱我来要 活你来干 是吧 这两个点是跟他的连接关系 对 我想问你的是 你带着兄弟们去西安以后 到工地上 是谁给你安排这个活 老范 那么工程进展到什么程度 比方说该那个打地基了 该那个进材料了 你找谁来去反应这个问题 要找老范 也是找老范是吧 出现的问题也是向他去汇报 对对对 是吧 叶大哥您好 你之前做这个工程的时候 你拿到过款项没 结过款没有 是谁给你结的 都是老范 综合我们前面了解到的情况 我们李大哥从法律上 他的性质属于分包人 这么样一个角色 我们这个龙发公司 也就是我们的开发企业 他是需要有人帮助他 完成整个建设项目 所以他在法律上呢 属于发包人的角色 而老范呢 承揽了整个的建设工程项目 从法律上来说 他的角色呢 是承包人 这是暂时我们的一个推理的结构 对 现在我们从李大哥到老范 慢慢出现了一个发包方 就是我们的龙发公司 龙发公司在这个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和角色呢 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律师调查 看一看龙发公司 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尝试通过电话 联系该公司的负责人李某 但李某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之后我们又联系了该公司 负责材料的马某和预算员王某 向他们确认了以下几点情况 他们称 范某本人其实就是工程的总承包人 工程分为很多块 室外这部分是范某找李恒铭干的 李恒铭的老板也就是范某 李恒铭是跟那个跟谁干的活 就是跟老范嘛 跟老范干 老范是跟谁干的这个活 老范他都等于说是 老范应该算是总报 对 他就是总报 工程款现在究竟在哪里 他们称龙发公司 已经把钱全部付给了范某 未托欠 李恒铭没有拿到钱 跟他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咱们这个钱这个打给老范了 对对对 打给了 咱这个钱都打给老范了 还欠老范钱吧 龙发公司说 他们已经把钱全都打给老范了 而且李大哥 可能我们还要再给您看一份证据 是我们节目组啊 拿到了一份结算的协议 您看啊 工程款 结算 咱们的项目叫天下荣俊 对吧 秉方完成甲方的开发项目 经双方对账 已付工程款9630多万元 然后扣了税 我们总工程量应付款 是7400多万元 实际还超付了2500多万元 再看一下我们的右侧的这个图片 这是由我们范某老范的签字 而甲方很明确 盖的是西安龙发实业 有限公司的账 我刚才看到这个工程款决赛 我觉得是挺颠覆的 就是跟咱们刚才了解的情况 差别真的很大 我就迫不及待地想问李大哥 这个工程现在什么状态 它竣工了吗 竣工啊 然后他们也是来就是常规地去验收 去核转竣工了 对 如果发包方是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况下 我们农民工兄弟直接可以起诉发包方 让他在未付工程款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看到这份协议 我们发现这条路很难走 跟他又没有任何的协议 什么资料都没有 一旦他反悔 整个维权这个路是很难走的 因为农发公司已经付钱了 对 当然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份协议 目前我没有看到转账季度 我建议在这里我们先画一个小问号 但是我想这事已经足够冲击到李大哥 您的一些想法了 没想到老范隐瞒了这么多事没跟你说吧 没有 每次找他他都是怎么跟你说的 公司还没算涨了 然后他觉得自己还挺委屈 还说你不要找我了 我也没有钱 我受害者 你找我都住院了 对 好 那就这个新的证据 我们又采访了一下老范 看一看这回他会如何回应呢 我们跟罗范合适了 他们说给你钱过钱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只给你生命打的 除了你本家也不钱的 这个事 他在他处理 他又啥能打的 好 那他进去 我也不干涉 他也能打 也就是说 农发确实给你钱了是吗 你再说 你再说 我电话都给你管了 就再说 没有办法再说 那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 什么时候 能给李和明把这个钱付了 我没有啥安排 他自己有的自己安排 我没有安排 他自己来打结局 我不信中 我俩没有关系 再说一句 我跟罗范也是 跟他也没有关系 有啥人 他 好 他有个人 去了 我 他 走 我 我 表态 好 我看到此刻 我们的刘律师是两盏灯 而其律师和我们的梁律师 都是信心满满 说实话 对于老李 我感谢我还是挺纠结的 我觉得我这个信心 不是说一定能为老李 拿下来的钱 基因是我们应该在法律上 为老李找到一个后盾 找到一个支持 好 太好了 那我们就从法律上 以法律为武器 去尝试突破一下 咱们先分析一下 老范和这项工程的关系 律师 您有没有什么感觉 不对劲的地方 在老范和我们的龙发之间 我在这里 我想先明确一点 就是我国法律是禁止 没有资质的组织 或个人是进行工程施工的 结算协议当中 老范它是作为 合同主体一方 假设这份协议是真实客观的 它是属于一个自然人 自然人一定不具备相应的资质 那它到底是 怎么的方式去进行施工呢 听说是这个 刮考一个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一份承包合同 就是天下荣聚二期 对吧 室外附属工程的一个施工合同 工程名称没错 然后地点也没错 我们的发包人 西安龙发实业有限公司 承包人各位看 陕西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咸阳分公司 各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 港华公司 它是挂靠的吗 可能是挂靠的是不是 可能是挂靠的 一个新的主体浮出水面 那么究竟它和老范是什么关系 它在本案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面对诸多疑问 调查律师也联系到了 该公司的负责人刘某 据其描述 他们虽然是合同上的承包人 但是与发包方 西安龙发实业有限公司 并没有任何资金往来 涉案工程的全部事宜 也都是由范某和龙发公司 直接对接的 咱们跟他没有发生过经济关系 跟他们任何人 跟家方 跟这个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往 我是他直接龙发干的 钱是他直接从龙发拿走的 对于范某和他们港华公司 是否为瓜葛关系 其负责人刘某 并没有给予我们正面回应 只是称范某不是他们公司的人 那范某是在公司资质吗 在这个工程里 咱跟范某没有那个啥 没有合作关系 范某也不是港华的人 范某也不是港华的人 直接走到龙发干的活 对 我是他直接龙发干的 钱是他直接从龙发拿走的 港华公司说呢 他们和这个工程啊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都是这个范某老范 他在操作 我们总在听没有关系 现在又多了一层新的没有关系 你们怎么看 正常来讲 作为工程的承包人 这个他最后要为整个工程的质量 以后要负责的 而我们这个案子里面 可以看到 从头到尾 港华公司都没有出现 全是由老范来主导这些工程的主要的要素 所以从这个现象来判断 很有可能老范呢 是借用了港华的资质 他们之间可能存在这种挂靠关系 挂靠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作为个人也好 组织也好 我没有资质 那好 我现在要找一个壳 我借用了这个资质 再跟发报方签订合同的话 那我从表面上来看 那至少我们的建设施工合同 它是合法有效的 这个壳不能白借吧 对 通常情况下 在实务当中 我会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 那这种挂靠行为是合法的吗 对于这种没有资质的 借用别人的资质来施工的行为 是禁止的 是不合法的 出现了问题 被挂靠单位也要承担责任 这个挂靠者同样也要承担责任 挂靠是有风险的 那对咱们来说 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呀 你看施工方是港华公司 他们签的字 我们能找港华公司去要这笔钱吗 那我认为港华公司 至少有两方面 需要得到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一就是行政责任 我可以通过降低 甚至是吊销你的资质 这么一种惩罚措斥 第二点是民事责任 如果你作为承包企业 你把这个工程 转包分包给 没有任何资质的组织或个人 那么你在倾欠 农民工公司的这一部分 是享有连带责任的 除去工资以外的工程款 这一部分我认为是有商榷的 不能随意地去突破合同相对性 我觉得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和老范有了明确的协议 我们可能找港华 还存在一个跳不过去的问题 我们李大哥是实际的施工人 而从名义上来说 这个工程是谁做的呢 是港华公司来做的 而且我相信 将近一个亿的款项 龙发公司肯定不会打到老范个人的 这个咱们国家有财务管理的制度 那么这个款项 也应该是付给了港华公司 而我们呢 作为实际的施工人 那么我们去找他 反而是有了可能了 就是我始终还有一个问号 我没搞清楚 因为像这类案件施工合同 一般情况都是甲方拖欠一方钱 那这个案子 我们看到那个结算材料是 甲方已经超额 这个跟一般实践当中的这种旅行情况 对我这个认知 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突 那也就是这个实践当中 他早就拿到钱了 那挣到钱了之后 他肯定还会继续干这个行业 也没有必要就不给老李钱 所以老范始终是没有正面去回应这个问题 他现在才去回避脱赖 但这里头我一直感觉 肯定还有一个更大的隐形在里面 我们都在探讨 都在假设 我这样 我再贡献一条编剧思路 纯属虚构 有没有可能是发报公司跟着所谓的某华公司说好了 写了一个协议 好像把钱给过去 其实没给 或者港华又把一部分钱还给了发报公司 俗称回扣 或者是说老范拿到了自己那部分钱 后面钱我也拿不到了 我也不管老李你们 我自己管我自己好就OK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劝老范的知道这个情况 你得站出来 把事实摊开 如果确实你没拿到钱 那说把榨干你也没办法嘛 好比说现在我是老范 我出来了 我跟老李站在肩并肩了 到最后钱没要回来 老李找谁 还找我 现在老范的顾虑可能也在这 就怕那边要不回来 我现在还不如 现在就干脆就缩起头来 什么都不承认 爱咋地咋地 当然当然 一切这只是我的虚构啊 我们继续往下看证据好不好 刚才我们有谈到啊 港华公司现在它的一个状况 似乎也很关键 它有没有对此事有所准备 或者说它有没有做好 承担相关责任的准备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段最新的律师调查 刘某告诉我们 他们仅仅是一个分公司 总公司陕西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目前已经被申请破产清算 他们咸阳分公司 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港华这现在就已经破产了 不破产了 基本上破产手续 基本上都弄完了 为了进一步求证 我们也查询到了法院的相关裁定 确认了陕西港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已经被申请破产清算的事实 而后我们也到了该公司 在工商登记的办公地点 西安市燕塔区小寨东路196号 国贸大厦23层 发现此地也已经没有了港华公司的任何痕迹 好的主持人 以上是我了解的全部情况 辛苦张斌律师了 刚才讨论了很多 但是港华公司破产了 怎么办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 不能找他了 也就是裁定受理他的破产申请 他才开始进入到这个清算的过程 并不代表是破产终结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进行债权申报 当然说实际当中有可能不是清偿率太高 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希望 明白了 打一个比喻 如果以理人化的比喻的话 公司破产等于说一个公司可能要去世了 现在破产清算是他快不行了 对 还没完全不行了 正在抢救 我们在梳理下在这个事情当中 老李和港华公司没有合同关系 没有合同关系 不能成为主张权力的障碍 建筑施工单位将建筑工程承包给没有资质的个人 导致这些农民工工资拖欠的 由具备资质的发包单位承担用工主体责任 第二个 融发公司的问题 我们知道对国家对保障农民工工资的这方面的力度 那么规定发包单位应该要求施工单位去开设农民工工资专顾账户 融发公司开设了没有 最后我再说一点 这个钱是融发公司的 它假设给港华公司 港华公司给老范 老范再给老李 在老李是处于最底端 他面临的一个上面的三者都是强大的资金一方 那么他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吧 这是我们内心自问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和思路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建设工程是要设立一个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的 这个一般保证金呢 差不多是这个整个工程的1%到2% 这也许是一个思路 经过律师不同维度的分析 案件责任主体逐渐明确 追索工程欠款也更有了希望 可是即使所有的钱都能拿回来 也抹不去这一段艰难境遇的记忆 他不知何时能够再在工友兄弟们面前挺直腰杆 也不知何时才能平复带给妻儿的伤痛 我们的工程实际做了 我们那些房子可能已经被很多的住户 给他们带去了温暖和光明 而我们 李大哥以及背后这些乡亲们 他们的薪水整整三年都还没有拿回来 您现在一共欠着多少钱呢 能算清吗 还欠390多万 工人工资是203万 其他还有小100万是怎么回事呢 有这个力度欠着人家的材料款 谁让人家傻逗了 睡腻了 不是说曾经这个导饭给你打过一笔款吗 导饭就是颠覆到里头了 又搭进工程里了 对 没办法 这个孩子 这个坎东在家 这 这 坎东写写作呢 能打 看看 然后 这个媳妇看见那个法律院主了 把这个节目这个点放好吗 他发到在那个节目桌了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我们或许很难真的体会这几年来 他所经历的那些痛苦 他自己在承受的 是那么多工友 以及他们背后家庭对于 李大哥的这种否定的评价 围追堵截式的登文讨战 还有爱人和儿子的不理解 有没有在过程当中担心过 家人会离开你 不想和你去再 共同面对这个太难解的 巨大的经济的压力 媳妇趁着这个吵吵了 给你过了啥意思 你也趁着买个衣服了 你也趁着过过钱吗 趁着打电话 知道要钱的 你过了啥事 他要给你干的 我们听听您爱人 内心的真实想法 到底是怎样的 我不能给他离婚 我回来和他儿子 我也不能给他离婚 我不能给他离婚 他在 我给他离婚 哭了他很好 我不能叫他哭了他很好 人家的老大大我可好 我老公和胖大我都可好 我老公和胖大我都可好 我不能给他离婚 我就是现在他无 我让人家欺负他 欺负了他很难 我管现在这样 我才换得着 我换摩得着 我母儿把他 其实听完这段采访 我挺感动的 你两个 你的爱人反反复复在 说我不能跟他离婚 我不能跟他离婚 因为我老公对我可好了 我婆婆对我也可好 我说我不开心 我只是心疼我老公 我心疼老李 被人欺负得太狠了 我没有办法去还这个债 都说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看我们大嫂 其实也是非常善良 这么好的一对夫妻 像众多中国平凡又质朴的 乡亲们一样 他们本该正常地通过 自我的劳动 获得应得的报酬 过了那些 虽不富足 但也安稳 平静的生活 可为什么今天李大哥 他的爱人 他的孩子 却要在付出劳动之后 承担这些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还是有人在恶意作恶 所以现在三位律师 我们要回归到 我们的擅长领域了 也是我们律师 来了节目的宗旨 为李大哥提供 优质的法律公益服务 假设你们三位 会代理此案的话 你们之后可能会怎么做 请说一下 你们可能采取的代理思路 我的想法呢 是分成两部分来做 第一部分呢 是关于工人的工资 这部分呢 我建议还是再去 劳动保障部门进行报案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 很多省建立了农民工 应急讨薪的救助基金 如果有这个基金的话 他们可以先代付 一部分工资款项 然后把这个受让权交给他 由他再向上游公司 再进行追索 针对工资款 通过劳动部门的介入 还原一些真相 到底龙发公司 有没有付款 另外呢 就是针对剩余的材料款 我们建议向法院进行起诉 把龙发公司 把港华公司 和把老范 同时列为被告 由他们向法院澄清 各自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首先我会向劳动监察部门 去举报存在这么一个 脱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事实 那么通过劳动行政部门的介入 查清楚到底这个款项 是怎么一个走向 在刑事责任追究的同时 我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为了防止有漏网之余 我会把发包方 承包方和老范 同时列为被告 他们三人之间 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由法院做出客观的判断和评价 第三点呢 农民工公司保障金 按照国家的相关的管理制度 承包方 也就是说施工单位 它确实应该按照合同 总价额的款项一定比例 去存储到银行的相关 一个固定的账户当中呢 所以说从这一点出发 也可以对李大哥有一个保障 那么如果我来做这个事情 我想一定会把 荣法公司做第一被告 感化公司做第二被告 老范做第三被告 共同来追究责任 甚至有可能在诉讼当中 去对那个荣法公司 去申请保全 去查封账户 我想随着诉讼的推进 它可能都有不同的环境出现 也可能出现和解 也可能出现谈判 也可能出现新的突破口 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 这个节目录完之后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马上进入法律程序 去起诉 才问你未来寻找一份可能 好吧 谢谢 当然在此刻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有这么多的难关 需要克服 我们的重点需要去搜集和寻找 那我们三位律师 你们对于办好此案 帮李大哥真正地去拿到这笔钱 到底信心有多少 我们做最后一次 信心灯的试灯表态 这可能会关系到李大哥 选择哪一位律师 当他走完之后的公益诉讼之路 请三位思考最后的五秒钟 好 谢谢 此刻在我们现场 是九盏信心灯 全部亮满 所以现在李大哥 咱们得把腰杆挺直 咱不能趴下 对不对 我要请您起立 因为我们要进入律师选择环节 再次面对我们出场三位律师 他们分别是 梁峰律师 齐悦清律师 以及刘坤律师 您现在要选择一位 代理之后的案件 李大哥您思考最后的五秒钟 你没有律师吧 我相信将近一个亿的款项 龙发公司肯定不会打到老范个人的 我们要劝老范知道这个情况 你得站出来 把事摊开 我们知道国家对保障农民工工资的 这方面的力度 规定施工单位去开设农民工工资专顾账户 不知开设了没有 那我们就从法律上 以法律为武器 去尝试突破一下 目前已经看似严密的壁垒 刘律师 这是我们的公益代理律师奖杯 请允许我颁发给您 好 谢谢 农民工这个群体 他们拖起了城市的脊梁 所以作为法律人 作为一名律师 我觉得为他们讨要回血汗钱 这是我们的职责和责任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其实我们也都是新时代的打工人 我们在共同努力 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的富强和美好 而我想老有所得 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和保障 此案我们会继续关注 也希望二位可以精诚合作 我们共同尽快地讨回公道 拿到钱好不好 加油 感谢你们的精彩的解读和分享 谢谢两位 感谢三位嘉宾 谢谢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远助计划 助力公益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已经开通了捐款渠道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捐款通道 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捐款 所募集到的善款 将用于律师来了 法律援助公益事业 以及救助节目当中 极度贫困的 重病的 残疾的求助人 请您在捐款的同时 注明援助计划 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以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